航太工业龙头汉翔正式挂牌上市 这是近十年来最大的国营企业民营化 汉翔表示受惠于油价高涨的效应 刺激了民航机未来二十年的换机潮 目前的订单能见度能够上看七到十年 三 二 一 请击鼓 恭喜汉翔 鼓声隆隆宣告航太工业龙头汉翔正式挂牌上市 达成民营化目标 董事长刘介成举起酒杯 与总经理徐延年以及政教所董事长李树德等人共同庆祝 汉翔为什么要民营化 最主要在国营企业里头有很多限制因素 在整个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环境当中 你的限制因素越多 你的办理或投资的这种效率就越差 承认空军作战司令 刘介成行情大好 尽管上半年汉翔获利 较去年衰退百分之十五 只达到八点四亿元 不过刘介曾预告 下半年还有官方订单溢注 整体营运可以乐观看待 从波音跟Airbus的整个预估 未来的二十年原来四点四到四点八兆美元 现在已经提升到五点二兆美元 这是一个市场 在下半年尤其我们现在跟国防部签了一个相关的合约案 上半年没有签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签了 那我们要达到既定的目标 这个收益又增加了 所以应该还不错 好消息不止这一桩 汉翔六月接下波音七八七富财 以及空中巴士A320订单 而油价高涨效应 促使未来二十年民航机缓机潮 都将溢注业绩动能 汉翔民营化 创下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营企业民营化案 也为国内航太产业写下新里程碑 分身陈介伟台北报道